今天讲到经文共有三处 第一处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灵舍》 《罗马书》十三章九到十节 《罗马书》十三章九到十节 《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 都包括在爱灵如己这一切话之内了 十三章十节 《爱是不对灵人作恶,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 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个或三个证人尚且必须处死,不得宽舍 接下来是我们讲到的时间 今天的讲员是我们的黄木 那讲题是《为真不破》 我们讲一下时间讲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特别因为是因为肺炎的疫情影响 所以就变成我们只能够透过线上直播 除了我们一些同工参与的工作人员以外 你们都在家里面或是在其他地方 来跟我们同工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 这个是十分特别的一个事情 今天也是我在就任同工 我刚刚祝堂的牧师第六年完结最后一次分享那个讲道 所以心情也蛮特别 我知道未来还应该有机会吧 除非我是有遇到什么事情 不然的话还是有机会过来台湾跟弟兄姐妹见面 或是可能你们结婚啊什么事情 特别的事情我还是有机会 但希望这个瘟疫能够过去 带来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个讲题 所以谢谢师慧弟兄也把经文念出来 我今天讲到这个题目是 唯真不破 摩斯跟上帝在斯乃山领寿 那个法版 这个10 Commindments 十戒 他就是要把 以色列带进一个 社会宗教 文化每一方面都能够稳定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在斯乃山颁布那个十戒 就是要希望透过 诫命律律典章是一个整群的 对犹太人未来一个方向的指导 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最后一个时间里面的内容 之前我讲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最后是 我反而是讲第九 长长久久 这几个月我们从中国武汉开始那个新冠状肺炎 虽然这个名称我们还是在争论 但无论如何就是这个肺炎已经是 慢慢 就是 蔓延到全球 这可以说是 无缘缚戒 但是中国要为要洗去那个源头的罪名 要想方泄法 要把这个罪名推给其他国家好像美国啊 意大利啊 德国等等 其实我们就觉得有点 不够廉恥 就是令 其他人或是令人对中国 更厌恶 这个是一个 在我来看就是一个假的 一个 消息 fake news 但是假的消息 假的事情 终于是胜不过真相的 因为上帝就是真理 所以耶和尔在斯莱山 颁布给以色列这个世界 刚刚我说就是 要把真未来的真正的 他们的需要 放在他们 这个族群里面 带领他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他就要把真善美 放在犹太人的生命当中 希望他们的未来要走 向真善美的 国家 这种方向 但是十戒里面 今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第九戒 其实它不是单独一个戒命 它是个整群的戒命 它里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很好 我们就会 变成后来这六个 前面这四个戒条 跟后面六个戒条是有生气的关系之前提过吗 如果我们在前面 为什么会发生后面这六个戒命的问题 就是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跟前面 四个戒命 跟神有关的戒命我们 发生了问题 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出问题 我们就没有后面那六个问题 没有后面六个戒会不会破戒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四个戒命没有很好的 去学习 我们的violet 前面这个是一个 跟神的关系那个戒命 变成我们后来 problem 后来出现了问题 后来 六戒发生了问题是因为 因为 我们无论是 前面四个戒命里面 我们 违反了 任何一条 或是四条的违反 都会变成后来 六条戒命里面会出现 法上的问题 所以你看 上帝给我们那个戒命是很清楚 前面那个世界 不是无中生有的 不是没有需要 它是我们最根本的 跟 神之间建立一个 good relationship 透过这个 良好的关系 我们才会建立跟 其他人 有更好的关系 不能道过来 我们现在人都是道过来 我跟你建立关系 我跟谁建立关系 我跟谁做什么 但是 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应该先跟上帝 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们才有 能力我们才有那个 足够的力量 去 过我们应该有的跟人 或是自我的生活 或是跟其他人的生活 才会 better or best 更好 而最好 所以刚刚我说第九戒 不可做假见证 他是强调什么 他是强调是 我们不能脱离神的真 因为上帝就是真理 他就是真 如果没有 我们没有站在神的那边 我们不是站在真理的所在 我们不是为真 这会破 因为弄虚作假 一定会被撕破 会失破 最终是 根据旧约是 法网难逃 轻的 轻者会破坏人之关系 重的会 难免 在旧约里面是 劳益之苦 甚至要 被神 更重的处分 所以 今天我们来看 第九戒里面 我尝试有两个重点 跟弟兄姊妹 来看 这个讲题 刚刚我提到这个 这个其实不是新闻 因为谁都知道 这个来源在哪里 所以你再讲什么都没用 神经里面刚刚念这个经文 可能 司会帮我们念那个经文 大概 大概我们刚刚已经听过 所以 我不有详细再把他念一遍 但是大概 我们就看到 圣经很清楚说 我们不可做假见证 陷害你的灵舍 因为 在耶稣基督 告诉 门徒 诫命的最大的诫命 他就是 爱神跟爱人 但是这个爱人 有些版本是爱灵舍 爱灵舍如己 这不是爱人如己 所以救援里面 对我们旁边的人 跟我们比较 在我们周围的人 好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人群 我们不能 当然这个可以旷阔到其他 不同的人群 但是我们不能陷害这些在我们 身边一些 靠近我们的人 也不能陷害其他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这个 这个 当我们来看的时候 这个经文 这三个经文就是 从摩西开始 然后到 旧约的时候也提过 就是要凭两三个 证人 才 算是 OK 还算是合法 有 效的一个见证 你不能找一个人 去指控 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里说 如果任何人干犯摩西律法 凭两个和三个不能一个 然后如果真的凭两三个见证 他们 就可以把他定罪 但是你看罗马书的十三章这个部分 他没有提到不可作假见证 他在讲这个 他是不可贪婪 那之前我跟大家提过 不可偷盗 或是 别的记命 他很 简单讲 但是他重点在哪里 都包括在 爱灵舍如己 爱灵如己 就刚刚我 刚刚提到这个 提到那个 爱人如己 跟爱灵舍如己 也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 然后他有个重点 爱是不对灵人作恶 就是不会对灵舍作恶 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 所以整个重点还是回到 爱的根源 爱上帝 爱人 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 今天我们回到 这个不可作假见证 这个部分 我们再看 有两个重点 我刚刚提到 第1个重点 就不要 物以假乱真 不能以假乱真 假的是fake 平常我们在教会 在那个崇拜 在我们那个大堂里面看 有时候因为你的距离 因为那个角度 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不一定看到 我所放出来的 那个powerpoint 图片或是那个文字 今天如果你透过那个网络 在电视机 那个或者你在那个荧幕 前面看到你应该很清楚 这个是fake 这是假 但是假跟fact FACT 你看起来蛮像 所以fake跟fact 两个 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看到假的好像当真的 你听到假的新闻 假的消息 你以为是真的 说不定 因为你 你分不清 现在那个世界里面太多是假新闻 他都假的消息 我们根本 分不清 但是刚刚我说 根据就业的律法 要入罪 必须要两个 三个人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你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来作证 你会怕 他是因为跟这个人有私人恩怨 说不定 这个人跟他 被告的人可能关系没有很好 你找一个人 来指控那个 犯错的人 我就 算他是犯错 这个就很难公平 这个就很容易为 驱忘别人 冤枉别人 所以就要超过一个人 两个三个人来做 做见证 来就是一个比较保障 保险的做法 这是如果这个人真的他 做了 不好的事情 你找两三个人来做 见这个证明 他三个劝通来做假证件 那个机会是很 比较低的 就是我不跟你劝通 当然你 还有这个危机 在救援里面还好一点 他们那个 对这个事情看得比较 那个 严重 所以你有两个三人 串联临串通来对 这个人 我不能说在 现今这个世代没有可能 所以你看有些公司 几个公司 他们互相 为了投标 投到一个生意 可能他膝下 做了一些 互相的 串通 也现在也有可能 但是在 商业上他们是违法的 投标是不能你预先告我们的低价 股价我们不能按我告诉我那个低价是什么 我那个 最低那个价是什么 我是最高那个价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别的公司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面对同样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要 看到为什么救援里面有这个吩咐 但是如果 如果你根据 好像我们香港那个根据英国普通法的做法 如果一个被告人 他不需要拿证据证明自己没罪的 是告他的人拿证据证明他有罪 所以 当他还没有证明他被 有罪之前 他就是 他就是 不能算是犯罪的人 他只能算是 疑犯 被怀疑犯 犯错了被怀疑犯罪 他不能算是一个 犯错的人 他是被 怀疑而已 但是可能台湾不完全一样 你告这个人 他要拿证据出来证明他是无罪啊 倒过来要这样 真的很惨 我们是 今天上帝要我们 两三个人做见证 这次见证人 有好几个他们 一同来指证 如果都是假的见证 这个就更严重 但是有几个人他们会有 比较犹豫 他只能说真的 全证的 不能说假的 他只能说真的 因为他几个见证如果表示 不对 不对称或者没有 没有配合 那个法官就会怀疑 所以今天带我们来看 这个 不能以假 乱证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 太多 这个 违法的 伦理的那个 不道德的事情 都存在在我们 周 周围的世界里面 第一条 圣经里面说 约翰一书第五 第一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 他说 作证 作见证的原有三 是圣灵 水跟血 他是三个放在一起 作见证原有三 是圣灵 圣灵代表真理 圣经上面是这样说 Water and the Blood 水跟血是什么 是从耶稣基督出来的 因为耶稣被钉的时候 水和血从他身上流出来 所以这三个见证就合在一起 三在一 来证明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他是真实的 他不是人作为他做见证 人作证可能是虚假 但是是神为他做见证 就证明他是真 比珍珠更真 所以做见证原有三 三维一体好像 他是重点 除了三维一体 我觉得他还是配合就业 至少两三个 见证才证明是真 应该是matching的 是相配的 所以当我们看见在 耶稣基督被害的时候 他都是为他做假见证 就是找一些人来攻击耶稣 然后耶稣就被钉 但是耶稣根本没有犯错 所以他们都是做假见证 他就是由这些公会的人 犹太人都不喜欢 最后还要拒绝 耶稣基督要把他钉死 所以耶稣的死 被钉 就是违反真理 把真理压下去 要把错的假的变成真的 这个就是违反 第九戒 这是十戒里面第九条诫命的 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证 而这个例证 而这个例证却在发生在耶稣身上 耶稣基督今天为我们受苦被钉 原来他就是因为有做假见证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最后耶稣基督就被钉 那些做假见证的人都违反了 就约了那个规定 但是这是有些人的无视 这个正理 他们无视 他们是这样的 把耶稣虚妄 令他要被钉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也是被冤枉啊 同志也是被冤枉啊 其他人都是说你们 我们 LGBT等等 不对啊 谁做那个见证 都是假的 今天我们不能随意 随便发放假消息 我们一定要去查考 甚至我在我们今天用的字眼 就是fact check 这是要查考真相 我们不能随意去拿别人讲的话 去诽谤别人 我们不会以为我们拥有言论自由 我们就可以很随便讲话 我们不会以为我们很有言论自由 就随便可以在facebook上面来放话 我告诉你 你犯了非常严重的错 我们要指责别人 我们先要指责自己 第一按耶稣的吩咐 你只要别人的时候拿出真评十一句 也有真评十一句 也有非常经过查考 非常严格的批判 不是但是你想喜欢讲这个 可以这样讲出来 谁都可以讲这句话 现在是言论自由的世界 你在媒体 但是你没有 你有没有讲清楚 你有没有做假见证 甚至已经很多媒体 发假消息 没有专业精神 缺乏严谨的审判的制度 如果你在大学里面 你念媒体 你传媒的 Multimedia 你念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 大学教授 不会教你怎么去处理 这些报道的伦理 台湾最出名是 实行大学 就是声文系 什么媒体 传媒吧 如果从一个 这个大学出来的人 都不是这样受训练 有专业的精神 专业的训练 没有专业的精神 没有伦理 这些人出来干嘛 我不是说那个学法不好 我只是举例 如果真的这样子很糟糕 早阵子台湾有个电视局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我有看 《我们与恶的距离》 非常感动 当然他是讲一些 随机杀人什么意思 那个当时那个处境 跟现在也有 有点像 那个之前那个 这样子的这个事件以后 还有其他 最近也有 随机杀人 事件 但是这个电视局 其实最重要是媒体 他讲媒体怎么去报导这个事件 会对 这是受害人 或者对当时的那个群众的影响 为什么有什么破坏的影响 为什么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把那个报导没有很真实的报导 你没有把这个应该有的 好好的报导 公平的报导 这样就影响很多无辜的人 或是应该是受害人更惨 所以我看这个电视剧非常感动 我觉得里面每个人做得都非常好 在台湾我看电视剧没有很多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推荐 所以不一定你会看 听众姐妹在今天来说我们不能以假乱争 各位 这个是什么世界 可以把假的变成真的 这是一个非常卑鄙的一个时代 耶稣是真 祂是真理 我是真理道路 真理生命 而上帝也很清楚说祂是真理 祂不会破 所以第一点我刚刚跟弟兄咱们分享 这个重点 希望大家要牢牢的记住 如果你是做媒体人 或是你是一个公开的 就是一个常常公开讲话的什么人 请你注意 你不要乱来 好 第二点 要弃绝谎言 要弃绝谎言 Rumours Lines and Gossip 其实都是谎言 不要以为谎言就是just telling lines 就是讲讲大话 就是讲说谎 其实生命里面很多都是rumours 就是一些流传的老言 谎言 Gossip 讲人闲话 这个是我们最犯最多的常常gossiping 平常我们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就是讲别人坏话 Gossiping 在教会里面那么多人随便都可以讲谁 但是你知道吗 你讲这话如果你别人听以为真的 相信你讲的话 你愿望别人或是把别人误会了 你就变成一个做假见证的人 是多么严重 这个是关乎我们的人格 我们那个character 我是对别人人格的污蔑 我们对自己有尊重 对别人有尊重 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character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吗 是这样吗 第二你影响另外他的名声名誉reputation 不但影响别人 如果真的你自己讲出来的话 没有准确别人对你有怀疑 有一天变成你的reputation 没有品牌 没有口碑 没有对你有信任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真话 to tell the truth很难的 我告诉你 我们圣经里面说爱心做诚实话 当你讲诚实话就是很容易 但是爱心做诚实话就很难 因为你讲诚实话很容易 因为你讲出来就是诚实嘛 你不漂亮 你什么什么 你这样讲很重要 我不漂亮 你这样讲我很伤 我很受伤 就是我真的很不漂亮 你也很直白 所以当你说诚实话这个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to tell the truth 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你讲谎言更惨 所以当我们讲真话的时候 我们让假的现行 令到讲假话的 说谎话的 他们露出他们的底盘 令他们知道他们这是假 今天我们可能不会随便去诽谤别人 但是我们会容易落入这种rumors gossip 这种状态 我觉得相对来说 像line这个情况是比较少 也不是说没有 因为你讲那个line很困难 如果说坏line怎么办 白色谎言 白色谎言 白色谎言我觉得是还可以谅解吧 但是也不一定对 但是还是可以比较谅解 意思是白色是对他无害的 比如说一个病人他cancer 你告诉他cancer 你cancer 你cancer 你不一定要告诉他cancer那么快吧 慢慢才告诉他 我是比较技巧的说你病很重 所以这个要技巧 但是那个技巧里面也是诚实的 可能也 Administrat 就像有意思去看 所以我相信彼此 我会看到一个动作 你不是做一个动作 而且我估计 那么他们可能会理解 里面现在很多受打压的民族的朋友 或是受委屈的同志朋友 你没有为他所讲话 你没有为他所一点应该讲的话 你silent keep silent 你以为你很正直吗 你就是做假见证人 你就是站在哪里 一句话也没有讲 这样叫做公义吗 这样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吗 这种keep silent这种态度 其实就是一个错 这个也是某方面的做假见证 因为你没有讲应该讲的话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是没有说谎 但是你是有某方面的说谎 当然我们重点是我们应该讲真理 讲真话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其他方面很多方面 其实我们也会落在这种陷阱里面 只是 但是圣经里面说撒旦 魔鬼 他是杀人之父 他同时是所谎的父 他是father of life 他不是在那个约翰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 他是这样写 他不是单单是 murderer 他还是 他还是 不是单单是撒旦的那个 那个 撒旦者 就是那他是那个撒旦者之父 他同时是 所谎者 father of life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时候 就让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不要变成 跟撒旦走相同的路 我们不要被他欺骗 也不要变成他这样 变成一个 凶手 更不能变成要 所谎 的一个 好像一个魔头一样 这样子很危险 以赴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他是很清楚告诉我们 二十五跟二十九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每一个人要与人家说诚实话 没错 因为我们是物为自己 你看到 为什么我要跟你说诚实话 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我不想你走错路 我不要害你 我要告诉你 所以我要跟你说诚实话 因为我们是机体 然后 这二十九节者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 一句都不可以 只要随着需要 所造就人的好话 请听见 让听见的人的益处 这个非常非常严格吧 一句坏话都不难讲 既然谁需要 谁需要 说造就人的好话 就是讲造就人的话 你不能讲 因为你讲的都是destructive的 不行啊 破坏的话最容易讲 哎呀教会不好啊 哎呀牧师不爱 那个谁啊 教会那个没有好的牧养啊 教会没有真理啊 教会的牧长群太过舒服了 什么什么 不可以讲啊 你在Facebook讲一大便都出来 我看太多了 我看不过下去 这是你们应该讲的吗 你们好好检讨自己 你只要检讨别人 这是什么话 什么鬼话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落在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困难里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清醒 甚至以为自己了不起 We are speaking the truth 我们要讲真话 但是真话里面 还爱心 除了这以外 你还要想想 你有没有造就别人 今天太多基督徒都是令我很 觉得这是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 为什么 他没有按真理做事情 他们没有back to the Bible 他们没有回到圣经 看圣经怎么讲 他有没有根据神的话语来做调整 很多基督徒都没有 他就把圣经 变成一个什么 就是不要放在你的那个 一点都不重视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耶稣是会 他是诚实做见证的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 他说基督是诚实做见证的 就是他的faithful witness 耶稣会在世上 他告诉我们 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谎话 他所做的见证都是诚实的 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是使徒约翰说 为那位诚实做见证的 就是基督 他上下文字 他是讲耶稣基督 特别是讲到耶稣末后 启示录里面 讲到耶稣末后的一个形象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犯这种错误的人太多 我不能一一告诉你是谁 因为你们心里也有数法 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会犯 我不敢说别人 自己就不会 我也不能这样说 但是至少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检讨 我们要不要随便 没有拿出那个 100%的证据 就可以发放 以为证据的消息 我们就会有这样做错误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改进 我只是这个 我只是提出这个意思而已 说谎言 跟说谈言 都是假话 前者是骗人的 后者是造谣生骗 也是差不多 所以 几乎就是 刚刚我说的那个 我们不会随便讲谎言 除非我们已经习惯了 食育为常 但是 我们所有的闲话 可能我们真的会 没有 那么 能避免 就是说我们很难避免 我不是说在统计圈里面 我也不是说 当然在统计教会里面 但是 奇怪我 我在统计教会那么多年 我真的很 听了很多 在统计里面的 那个讲 那个 别人的话 有点就是有点 八卦 什么那种 就很喜欢 很喜欢讲别人的坏话 也没有坏 但是这说常道短 说是说非 这种习惯太多 我没有弃绝 谎言 这一家方法 就是 多做事 少 少说话 多做事 少说话 做人要实事仇事 殷勤着工是 以夫所书里面是有讲的 你们要殷勤着工 不要偷盗 有殷勤着工 要诚实 这个时候 以夫所书里面 那个主题 都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 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避免谎言 避免 那个 讲不好的话 他最重 重点在哪里 他一直在做工 他做工就不会讲话 不会讲太多别的话 他尊重在 pay attention on his works 他会捐助 他在面前工作 他要面对的 要完成的事情 要做那个事情 要把这个事情 完成为 做得更好 他哪里有时间 去讲别人的先话 他哪里有空 去编造 编造方言 他没有时间 他也没有这个心情吧 因为你太贤了 各位 贤都要 编一些什么话出来 贤的要把 别人的什么坏的事情 都要 要把它放大 或者要把它 说出来等等 这样的人 其实就没有神的爱 因为圣经里面说 爱人如己 爱灵色如己 就是说 你造就他 你要帮他 尽力他 不是要摧毁他 爱灵色如己 我们要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爱神 其次 in parallel 也相反 就是要爱灵色如己 这个是律法的总纲 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提过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不希望 别人讲我们自己 我讲我们的坏话 这样我们也 不期望 别人喜欢 我们讲他的坏话 所以我们不会讲一些 我们自己都不愿意 别人讲的 我们为什么会 变成我要讲别人 这个就是一种 人同持心 心同其理的一种 一种 很正常的一种状态 今天 像我在讲这个 十诫里面 最后的一诫 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希望就是一个 带过 把所有十诫里面 重点重新 来 勾 出来 因为 旧爱 才是完成神的 祭命 他把真理 放在我们心里 然后我们要 讲 神 要我们讲的 成为 耶稣基督的见证 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也是一个活的见证 为着基督 为着 神的百姓 就是教会 神的儿女 为着世上的 所有其他人 我们要见证神 我们都要 把 这个 爱的诫命 实际 每一条里面 背后那个精神 或或在 其他 比我们 更不了解 基督教的人 去让他们 看见 所以 今天 当我在这里 在讲这个 最后的一个 诫命的时候 我希望 大家回到原点 就是 律法的总纲 律法的精神 回归到 最重点就是 我们要 爱神 爱灵性 这个部分 我希望 同光的 弟兄 姐妹 无论我们 生在何 我们不要忘记 圣经里面 对我们的要求 这个要求 不是我们 靠 自己 守律法 我还是要 回到圣经里面 上帝 对我们提醒 我们是因为 活在圣灵里面 Living in the Holy Spirit 我们靠 圣灵而活 我们才能够 活出 圣灵的要求 就是圣灵会 推我们去活 不是我们要 Doing something 我们不是要 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 Being something 我们要成为 什么要成为 都因为圣灵在 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 不是我们要 Doing something 我们是为 那个诫命来做 不是 是因为我们里面 圣灵的果子 我们要能够 结出那个 仁爱 喜乐 和平 仁爱 恩慈良善 尽使温柔 哲记 这是事没有 律法禁止 就是说 我们要很清楚 看到 我们生命 是在圣灵里面 他推动我们 来活出 圣灵 这个不是 律法主义 这个不是 靠积极的行为 称义 这个也不是 因为我们 要什么了不起 我们可以把 圣经里面 在圣灵 活出来 No 我们是因为 已经活在 圣经的 提醒里面 是透过 圣灵在我们里面 把真理 放在我们里面 以外 他推动我们 去 产生那种行为 所以圣灵的果子 是结出来的 Bearing food 人爱 喜乐 和平等等 都是不是 我们要做出来的 是Bearing 活出来 这个活是 圣灵 把祂的 那个power 把祂那个 把祂那个 祸水降合一样 耶稣说 你信我 这是祸水降合 Living water 透过这样的 我们生命 才能够 结出 那个 属灵的果 Spiritual food 所以今天 在最后一个 这个誓明里面 我提到 为真不破 我希望 我们基督徒 都是真的 True Christian 不要做假基督徒 不要不做 一些什么虚伪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变成一个虚伪的人 惨惨 但是你怎么可以不虚伪 是因为你活在真理里面 你怎么活在真理里面 因为你靠圣灵而生 就靠圣灵而活 这个是 一篇道就讲不完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这样 当今天 在这个 瘟疫蔓延的时候 我们更不要谎言 我们更需要真相 我们更需要知道 这个事情的真相 但是除此以外 我们生命里面 都需要真相 我们生命里面 都需要真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 需要有真善美 所以我们需要真 或是真理 来维持我们 对耶稣基督 那种见证 跟对祂的重诚 盼望上帝 透过今天 我在 同光周圆 服事里面 最后一期讲到 离行弟兄姊妹 我不能说 今天讲的是最重要 其实每一次 都是最重要 因为每一次 我都觉得 是最后一次 我希望在 这次讲到以后 你们听到 更多 更好的提醒 让我们的生命 在 我在服事期间也好 在未来 有其他同工 牧者等等 带领 来服事也好 你们都不要 离开 应该有 这个 target 那个目标跟方向 就是 你要敬畏神 以神为乐 要 捐祂为大 这样我们才能走未来的 这样我们的教会 都会继续 被祝福 继续能够 长久 一直 来见证神 盼望在 神经面前 我们继续 彼此鼓励 那今天是 最有意思 来做 那个 讲到 同时说 我在那个是 直播 但是我也没有 其实我就是把这个 变成我们教会 你们一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分享 神的话 但是我在 今天在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我要再一次谢谢同工 弟兄姊妹 每一位同工 过去对我的 包容 也是可以说 在今天虽然没有一个什么会 但是 你们在线上 就是一个会 我们是 透过线上来做一个会 西夏 有不同弟兄姊妹给我们 是什么口罩 我在这里 在一起 不单口罩 还有其他 我都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位 给我们这个礼物 等等 也给 也给我们一些 其他的鼓励 求上主 继续保守同工 带领长老知识 特别有新的同工加入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看到同工有更为 美好的 一个发展 也希望神继续保守 我们 无论在香港 在台湾 我们都能够 彼此带导 好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带领 今天早上 我们在教会里面 能够透过线上 也在这里的 每位同工的参与 让我们看见 上帝你活在我们当中 虽然我们的人生 随着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 上帝的安排跟带领 但是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都是 各为一 好像圣经里面说 我们都在主里面 我们都是 弟兄者妹 我们都在主里面 能够彼此 来带导 由上主 继续 带领 保守 在这里的每一位 同工 弟兄者妹 也保守 线上的 参与的每一位 机体 跟同工 也可能有一些 今天没有在 线上 也没有在 聚会里面 没有在我们中间的 其他 兄弟者妹 求上主继续保守 带领 我们同工 有既往开来 能够让更多弟兄姊妹 更多朋友 透过同工 来经历你的同在 也见证 你的同在 我们谢谢主 听我们这样祷告 以祈求 从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主